好,那么下面呢我们讲一个session入库,session入库就是默论的情况下,session是保存在文件当中的,那么我们要讲这个session要保存在数据库当中,因为文件和数据库每个效率,就是当量很大的时候,就是当你的这个访问量很大的时候,是文件的访问速度快,还是数据库访问速度快,数据库啊,数据库啊,当文件量很大很大的时候,就是当你访问量很大的时候, 数据库的,数据库的这个速度会更快,所以这时候呢我们要讲数据,如果我们在做大型网站的时候,在大型网站的时候,数据库肯定要入库的,session要入库,写到数据库里面去,session入库里面去,好,所以呢我们说下面讲,session入库,那么在一步呢首先你要开启一个库啊,开启一个表啊,要来穿揭一个表,那么穿揭表有什么呢,他们看好了,把这个先关掉啊,先关掉,我们来穿揭一下, Data,说这个,CREIT,CREIT,CREIT,Table,CREIT,Table,Session,Session, ANGER,ANGER,ANGER等于什么呢,INNODB,CHAR SET,等于UTF8,COMMENT等于一个,比如灰画表,好了,那么首先,这里边, 哎,哎,不是这个,是,先进,啊,这,哇,这么多,有没有值啊,你看啊,这个是什么,这是不是一个匯画编号,这里边是不是匯画了一个值,是不是啊,那么你要保存,第一个保存是什么, 所以说,我这写,写两个,第一个是,Session ID,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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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户号编号, 户号编号这个编号是,编号是不是很长啊,编号这个是定长吗,不是定长,是不是不是定长啊,不是定长,但是一般的, 一般的五十位,你足够了,一般的五十,你足够了,所以说,VCHAR,给你一个五十,肯定足够了,它这个组件嘛,因为,因为这个, 绘画编号是不能重复的,组件,它这肯定不能自动认长啊,这个,这肯定不能自动认长啊,这是PRIMARY KEEN,然后这样的这个, COMMENT, 绘画,编号,还有一个,Session,是一个,Session值,值是一个,VALUE, 哦,这是一个VALUE,那VALUE,比如说,我如果很长很长,我用,可以用什么呀,可以用Text的,啊,可以用Text的, 可以用Text的,然后这儿呢,是,这个就是,说,比如说,这是,呃, COMMENT, COMMENT,就是绘画,值, 那么,还需要什么的吗,还需要有一个,将来你要垃圾回收的时候, 显得垃圾回收,它有一个就是,就是绘画的这个过去时间, 那么你要想有过去时间,它肯定要有什么,要有一个产生的时间,就是,Session, 是个 caric,是一个产生的时间,听到这儿吧? 那么,这个产生的时间呢,这是个,有时间数,INT, COMMENT,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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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G, 因为时间数不可能是负的,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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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实践 好了 那么这个就写好了 就可以了 然后再写上一个说 drop table if exist 一个setting 如果你存在的话干什么 三角然后穿进一个新的 好那么我运行啊 走你 好 setting可以了 那么这里面呢 我可以做一个 这个行啊 这个是可以的 你也可以做什么事呢 是这样子的 他说这个表啊 这个表一旦保存好了以后 就是这个数据一旦保存好了以后 即使我把服务器给关掉 这个数据消不消失 数据库里面 不消失 但是我问你啊 这个绘画 你保存在不消失有用吗 没啥用是吧 这固画有啥用 二十四分钟就过期了 对 就常用 所以我改一改啊 改一改 改成一个memory 这个改一改啊 memory memory是吧 这个引擎是内存 是内存 是保存在内存里面 保存内存里面快不快 快 但是这个快是快啊 但是里面有个问题 保存在内存里面 它不能保存地址 里面是吧 内存里面是不能保存地址的 是不能保存 它是不是保存是地址 是不是 如果你要memory的话 memory就是它有什么特点 就是你一保存 一重启服务器 一重启这个 myscall 这里边的数据干什么 就丢失了 第二个在内存里边 它速度是很快的 所以说这个呢 倒是好事好 但是这里边要注意 它这里边是保存不了 保存不了地址的 所以说 如果你要memory 这一定要干什么呀 改一下 tbs吧 tbs吧 长一点吧 你怕麻烟 保存多呢 这个你就看吧 你说你将来呀 你将来这个保存多不多 如果你说假如我可能保存很多很多 那算了 那你就要text吧 好吧 叫text 如果假如说老实说我就不多 这个sense 值不多 不多那你就叫什么呢 叫memory memory啊 它这里边啊 它不能用地址 它不能用text 只能要什么呢 只能就是村主的女村里面 要子服型 素质型 基本类型 但是这个速度快 速度快啊 好 比如我让她的话就是 再执行一下啊 这个 这个 如果 用了 用了什么呢 text的类型 就不能使用 memory引擎 就不能使用 mgmory memory引擎 如果使用text的引擎 就不能使用memory memory内型 mgmory mgmory mgmory引擎 数据 存储在 内存中 数据存储在内存中 速度很快 当然呢 mgmory引擎 数据存储在内存中 速度快 但是充气服务器 会清空 mgmory引擎实际上 是不可以使 不可以使tags内存的 这里边你就要看啊 你就要看 你说 你将来这个 绘画的值 大概多不多 就绘画的数据多不多 如果绘画数据很多 那你就 用tags的吧 但是我告诉你啊 如果绘画 真的是有两个字节的话 两千个的话 那我觉得你要考虑考虑了 你是不是保证太多了 保证太多 一般来说 绘画里面可能 它是临时存储的 一般 不可能超过两千的 一般不可能超过两千 如果你真的是 把绘画里面 存了两千个字节的话 那你这个 设计上 有可能就不合理了 就不合理了 好了 这两个都可以啊 这两个都可以 你自己你自己愿意 我写两个就写这 你自己看一看 你觉得哪个更合适你 好的 那么这呢 这是 我看到这个是什么类型啊 这是 这些型 这些型的话 刷新啊 刷新 刷新啊 他们你看 我在里面加几个数据啊 说 A 然后这儿呢 是 这儿 这儿加几个数据啊 再加几个 哎 好 打个钩 他们加数据了吧 说有没有 这有吧 有好了 你看你看 你把数据库重启一下 数据库重启 你 完全都不用重启 你只重启数据库 当然我现在 就重启吧 只要你要一关闭啊 只要你一关闭 一重启 就 数据库 数据库一重启 你再刷新啊 刷新 哎 从里 有没有了 刷新啊 数据库 数据库没有了 没有了 这有点 骨骋在女生里边 听没有是吧 只要你这个服务器 只要你这马亚社会的服务器 一重启 你这里边数据就丢失了 但是丢失丢失 没有用 因为这数据库啥用啊 从你拉脑呗 24分钟就丢失了 本来就是 你不丢失 它反正也失效 是吧 所以说这个数据啊 你可以把它放到哪呢 把它放到 memory里边 memory里边 小铁快呢 好 这是创建 生性表